各位大德 各位同修 请翻开经本第七页 第一行 找这以后 我先把经文念一句 舍利弗众圣闻者 这个从这念也好 应当法愿 愿圣敌果 所以者和德与如是 诸上善人聚会一出 舍利弗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胜彼果 上一会 经文呢 已经正式讲到 德与如是 诸上善人聚会一出 讲到这里为止 到这里为止呢 就是这个 这部经的这个 正报庄严 已经讲过了 那么从舍利弗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胜彼果 从这里开始啊 就是另外的一大段 那就是兴致庄严的 那么这个段落是这样 这个经文看清楚以后 再请各位看上一会 发的那个讲表 那张讲表的第一面 第一面那个聚会一出啊 上回讲过了 那么就是讲这个经文里边呢 王胜西方基罗世界 不管是断了活 或是没有断活的人 都可以呢 跟那些诸上善人呢 聚会一出 所谓诸上善人呢 就是上善人 上善人就是 那个等觉菩萨 就是那个 欧皮八治啊 一声补处啊 一声补处就是等觉菩萨 那在极乐世界 等觉菩萨 多得很 多的这个数目啊 数都数不清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普通的一个 一个人 王胜基罗世界的一个 没有断活的一个反复 就能以跟那些上善人呢 聚会一出 这个在 不但在我们这个 苏婆世界 办不到啊 就是除了 极乐世界以外 除了极乐世界 其余的任何一个 佛的世界啊 都没有这样的 这个情形的 都办不到的 那么为什么 那么为什么 心愿行啊 心愿行 就是说你 这个性子就代表 心愿行三 三自良呢 以这个 持命念佛 能够往上 极乐世界 这有三个 不可思议的力量 也可以是有三个 不可思议的功德 第一条啊 要了解的 就是说呢 这个 一个在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土 就是没有断活的 那个凡夫啊 就是普通的人啊 他为什么就能跟 那个等觉菩萨 聚会一处 这就前面讲的啊 一往上到极乐世界 就有三种不推 三种不推啊 最高的境界 就是念不推啊 那一起念 就是跟佛的念头 是一样的 所以由这个念不推呢 他就是跟那个 这个等觉菩萨 能够聚会一处 为什么能够这样 这就是阿弥陀佛 在成佛之前 就是因地的时候 发的那个四十八个大院呢 那种四十八大院里面 就有这些这个院 那么后来四十八院 都是圆满了 就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 一报庄严 正报庄严 种种的那些庄严 那么这些成就是什么呢 由于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啊 有那种大愿力成就的 那就是说 了解阿弥陀佛有那样大的愿力 我们知道啊 那么为什么我们普通人的这个 想办一件事情 不那么容易成就呢 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就能成就呢 就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啊 这个愿力 就世间法来讲 就是一个人啊 立下了个志向了 立了志了 立了个大志啊 然后要看我们 对于我们自己所立的这个志啊 能不能够一贯的坚持下去啊 果然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我们的志愿 也必然能与成就的 阿弥陀佛 发了那个愿呢 他是经过多长的时间 也是三大恶生期节 那样修行呢 能够成就的 换句话说 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只要自己立了这个志愿 照着这个志愿去做的话 都能以成功的 你比如说世间这个任何事情 你就盖一栋房子也好 盖一栋房子 也是这个盖房子的这个人呢 也是他的这个愿力啊 不过这很小就是了 小也是有愿力成就的了 再就这个 世间的有那些人人知事 他想办一些事业 也都是由他的这个志愿成就的 可见呢 这个志愿立下来之后啊 人人都可以成就 那么阿弥陀佛呢 他是这个大愿呢 结果成就了 我们要相信 相信他的这个愿力 然后啊 我们就肯来持名 持阿弥陀佛的名 持他的名号啊 就相信了 有功德 为什么呢 持名能以往生啊 这也是在 这个阿弥陀佛过去发愿 在愿力之中 他的那个愿力 既然能以 成就极乐世界 那样庄严美好的环境啊 那么我们照他的这个愿 我们这样持名念佛的话 也一定能以成就的 所以我们信弥陀的愿力啊 我们就肯持名 信一持名呢 就有功德 这是以 的的确确的 我们有这个功德 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啊 然后呢 那么这个有念佛的这个力量 就能够用得上 为什么 持名念佛就有功德呢 因为这个名就代表得了 就是祖师讲的 名义照德 一称呼佛的名号呢 我们念佛的人呢 我们自己的心 就跟佛的心呢 能够感应到交 就能够再融合在一起 所以到我们提起一句佛号的时候呢 我们能念的心 跟所念的佛啊 就是能所欲辱 那么这种功德 你想想看 这个功德 怎么出来的呢 就这个阿弥陀佛那方面讲 他是已经成了佛了 成了佛都是一切种子 他大智慧呀 阿弥陀佛 他名号就是从那个一些种子出来的 我们念佛的人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真如本性 当我们提起佛号的时候啊 没有其他的杂念 这个当中啊 没有杂念就没有障碍了 普通人家说 你有没有障碍啊 这障碍并不是人拿一个东西 不要我们往前进步 不是那样粗浅的 所谓障碍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心里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啊 这个念头啊 就一直就跟佛号是一致的 没有其他的杂念 这就没有障碍了 那么这种没有障碍啊 当我们念头一起 跟佛号就能够达成一片 这个念头 当我们这个提起 这是什么念头啊 各位知道吗 这个念头就是我们自心的这个 本有的这个心性啊 我们本有的心性 借着这个佛号 引发起来的 引发起来以后 我们心性跟佛号 跟阿弥陀佛 这个那种这个光明智慧 融合在一起 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境界啊 所以这个 这种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由于这样的持明 我们这是讲这个佛理啊 不懂佛理的话 持明 这个那究竟困难一点 懂得这个佛理的话 那么一提起佛号 就当下就跟佛能够 这个互相交感 能够感应 一批这种这个感应啊 临命终了的时候啊 就批这种功德 王胜极乐世界 王胜极乐世界的话 不管自己是 这个断火 或是没有断火 就批这个念头 就前面讲的 三不退啊 当中最高的念不退啊 这就是在十法界当中 这个最高的佛的法界 所以一往生之后呢 他得了三种不退呢 就能以 跟那个补处菩萨 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上 那个弥勒菩萨地位一样的 也就跟这个极乐世界那个 观世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一样的 所以能够跟那些大菩萨 聚会一出啊 不然的话 这个礼仪讲不通的 就是因为你要懂得这个心法 懂得这个当前这个意念 心性地发出来这个作用啊 所以才能以 跟那些这个 等级菩萨 聚会一出 因此我们了解了 就凭这种的这个 痴迷念佛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凡甚同居土 能以这样大的 不可思议的 这种功用 所以在十方世界 任何一个世界 都没有这种 这种功德 唯有极乐世界 这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三种不可思议啊 佛的愿力 名号 以及我们自己的心性 凭这三种啊 深信这三种 不可思议的话 我们念佛 那就 这个跟一般人就不同 我们不念在意 一提起念的话 就在释法界当中 就是在佛法界 人家那个 不懂念佛法门 他要提出很多问题的话 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原则 来 破除他们的那些 那些故意找麻烦那些问题 那么下面这两行 这一个表啊 要特别说明一下 特别说明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修为持命念佛啊 这个要发愿 一定要发愿往上 刚才讲的这个 极乐世界 那是有 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成就的 我们这个要往上到极乐世界啊 我们必须发愿 不发愿是 不管我们的这个 用的功夫怎么样好 也不能够往上的 但是呢 有些人呢 用 他们也念佛 但是他 用的这个佛法 用的不如法 用的不如法 就不能够 往上的 所以用这个 用的不如法 原因在哪里呢 各位可以看这个表 他这个 虽然是念佛啊 也持命念佛啊 但是有些人呢 不信西方 他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 他所以念佛啊 也不过是 借着这个佛号呢 来 来收拾他的这个 杂乱的心念而已啊 因为啊 因为这个 有些学佛的人呢 他不学进途宗 那么 我们学佛呢 不管哪一种 共同的这个 这个用功的方法呀 都是要求一个定 求那个入定 求入的什么样才是入定啊 那就是要使自己的心 能够定下来 那么把这个心能够定下来的方法很多 啊 这个 参参有参参的方法 念咒有念咒的方法 天台宗 唯一世宗 各有他们这个 这个用这个 用这个观呢 用直观的这个方法 都有各有各的方法不同 那么这个 用佛号来入定的也是一种方法 他就是 你用这个念 念佛啊 使自己的这个 这个散乱的这个心呢 能够把它集中起来 能够定下来 他所谓念佛呢 也不过是目的是在自己啊 这个求其一个心能够定而已 这样的话 果然这样做 有没有这个 这个功效呢 能不能够入定呢 能以入定的 可以的 可以入定是不错了 啊 他也可以得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这个名词不同啊 实际上就是入定啊 就是入禅定的 那么他这个 这个用佛号来入定 就算是得了一心不乱啊 因为他不相信西方 他仍然不能够往生 这个就是偶尔祖师 他曾经讲过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是没有信心 没有发愿 既不相信 又不发愿呢 纵然他念佛念到一心不乱 念到什么程度呢 他这里就说了 这个佛 纵然痴迷啊 吃到这个 用比喻说了 吃到这个 风吹不透 这个风的力量很厉害的啊 悟空不入啊 可是你痴迷痴迷的功夫呢 风都吹不入的 风吹不透 还有鱼呢 鱼打不湿啊 这都是用这个 这个比喻来的 就是说你的功夫 念佛 你痴迷 你念佛 到这种功夫啊 外面的 任何的一种 这个 这个刺激啊 都是 对于你都 不能够动摇 你这个 这种定力了 可见他是 这个定功很深了 然而啊 也 不能够往生 也没有能够往生的 这个道理 为什么呢 往生要三自粮啊 信愿行啊 缺少了信 缺少了愿 只凭这个 佛号 这个功夫啊 那就是 没有办法往生 有很多人 所以不信西方 不信就不能够发愿 三自粮就缺少两种 为什么缺少这两种呢 那就是因为他们呢 也了解了 我们每一个众生 自己都有这个佛性 也了解的这个万法违心的这个道理 可是有一点他就这个这个观念 就不能够 这个 就不能够 就转不过来 怎么转不过来呢 他以为是这个万法违心呢 什么事情都是我们自心里边 创造出来的了 其实自心创造出来的 那我就是自己念念 就是用自己力量来念佛 或者是用功夫入定就好了 自己求去明信见信就行了 哪里还有什么西方基础世界 还有往生那里干什么呢 这是一个一种见解呀 他就不知道 经文的意思 还有历代族式的注解 就是说 明了万法违心是不错的 可是人人都有心呢 任何重心都有心呢 你不能说是万法违心 知道之后就是自己一个一个心呢 不承认别人的心呢 所以族式讲啊 心呢 要信自 也要信他了 信自己的心是万德万能 也要信他 他就指一切的众生 一切的佛 都有万德万能的心呢 信自信他 还有信事 信礼啊 信礼 大家说万法违心这个礼 一切都是违心造 可是事实呢 也要相信不相信的 不相信事也不行的 事实是明明的 尤其在十万亿富途以外 有一个极乐世界 那是事实存在的 你不相信那个事实 只相信这个礼 那就直礼废事 直礼废事有什么不好处呢 我可以说一个小的比喻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 过去都做过学生的 也有很多在座的 现在都做老师 那么从这个教育理论来讲 学的一切学问 你这个学问呢 是老师给你的 还是你自己朋友的呢 如果说是老师给你这个学问呢 那为什么这个学生那么多 同一个老师所教的学生 那个学生接受的不平等啊 不一样的 那可见呢 这个知识不是老师给的了 老师给应该是平等给的 大家接受分个东西了 这是糖果 你两个 他两个一样的了 可是接受的 知识的 那不一样 在学校里得的分数 有的是刚好几个六十分 有的拿到一百分 那这中间的差距太大了 可见不是 不是老师给的 那么自己 好像我自己这个心里 自己有的 自己有的这个 那他说一切的学问 都是我自己心里的 有的啊 自己心里有的是不错 可是你有啊 你没有见过老师给你指教的话 你有的你发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 那个 这个这个是 大概是荀子吧 所以讲 这个 一个小孩子 这个 同时生出来的 那么一个是留在中国 一个是送到外国去 生儿同生 长儿异俗啊 那是什么呢 那是后天的环境的影响力很大了 那么就是换句话说 你虽然有说话的能力 你到什么环境的 后天阳城的 你就学会哪一种的说话 你不在那个环境的话 你将来要说说话 你没有别人教 你还是始终不懂 就这个万法维心来讲 我们的言语啊 不但能够说出 世界各国的这个人的言语 都是我们自己心里出来的 就是那个鸟兽的那些言语 我们也是 也懂啊 只要我们心心开爱的话 鸟兽的言语 我们也懂啊 不错 这都是我们内心的 内心可是没有那个老师在教 一切的学问 我们自己 潜藏在心里面 发不出来作用 这是事实 你如果知道这个礼 而废弃了个事实啊 成佛了 你普通的世间 普通的学问都求不到呢 你还要成佛呢 所以这个 不能够只礼废弃 他们那些不相信西方呢 就是值得一个礼 不信西方那个事实存在的那一个世界 所以发生这个 这个毛病呢 不管他的功夫 用的 定功怎么样生 他不能往上的 不能往上前面 讲那种这个功德 那种利益 他就得不到 没关系 最后 我 你 正